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大盤今天又跌了67點 這個波段已經跌了436點了 我們看一下 今天大盤又跌了67點 開平盤附近 一路震盪走低 那我們看到大盤 最近已經跌了436點了 8月1號 今天是8月20 我就跟大家講了 大盤已經三線走空了 今天又創了近期的一個低點 今天又看到低點了 所以這個風險是可以避開的 只是不曉得你有沒有這樣做 你還是爆了很多股票 然後到時候很傷腦筋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報紙 這是電子時報 這家耳機公司有意拆火 本來是被轟達店買的 後來他覺得轟達店經營狀況不是很好 他的客群 次占率慢慢降低 所以後來宏達店本來買了50% 操控整家耳機公司 這是一個高級的著名的國際耳機大廠 當時宏達店花了3.9億去買了這家公司 但是後來發現宏達店結節敗退 所以後來宏達店又賣了25% 還給這家公司 最近這家公司 這家耳機大廠 國際耳機大廠把全部25%要買回去 就要請宏達店退出經營 然後自己來獨立走自己的路 所以這個是事件 當我們看到今天8月20號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凸顯宏達店營運跟轉投資的困境 轉投資當然這是虧錢 因為當時花了3.9億買 3.09億買 這樣1百億去買 可是最後發現是虧損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事件 你看到什麼 朋友們 我們看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你可能會心裡覺得 好像狀況也不是很好 對不對 本來買一個國際耳機大廠 希望能夠提升整個宏達店的這個 拿手機也可以戴這個耳機 可是發現拿著手機戴這個 很高級的耳機的人 真的是不多 所以這兩家決定拆夥了 當然是一個錯誤的結合 但是我們看到這情形的時候 你發現 宏達店的狀況好像不是很好 那你再看它的股價 哇更糟 股價幾乎在最低點 掛牌以來最低點 掛牌是163.5 這一波最低是142 那幾乎可以看到宏達店 今年149.5 又幾乎這個142已經岌岌可危了 所以我們看到宏達店從1300 跌到現在 最低點跌到142 可以說非常非常的可憐 近期的高點305 那我相信近期去買宏達店的人 當你看到這個新聞 第一個你心裡覺得 這難過啦 宏達店好像狀況又不好 那你再看看宏達店的股價 心裡更是痛苦 好像一連串的惡夢 這個夢好像不會醒 比如說七月到我們都很怕碰到壞的東西 做夢的時候很怕夢到一些很恐怖的夢 夢到很恐怖的夢希望趕快醒 可是這個夢又很長又做不行 一直在做惡夢 哇越睡越疲倦 買了宏達店的投資人 就像這樣一樣一直在做惡夢 300塊買了 然後開始不斷的發現利空 跌到290 280 這樣一直跌跌跌 跌破200 跌破180 跌破170 跌到142 好像這個夢是不會醒的 很恐怖的夢 回頭一看 賠了很多很多很多錢 心裡很難過 有沒有 第一個賠錢的 第二個精神上的傷害 晚上你可能睡不著 失眠 痛苦 有些人因此得了很多身體的疾病 心臟病 高血壓都來了 憂鬱症都來了 一賠 賠好幾千萬 憂鬱症都來了 所以第一個 賠了財富 第二個 傷了身體 真的是非常的不值得 投資朋友 當你在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你感慨或許會很深 尤其有買宏達電的人 你真的會心裡很難過 那我們看到 股票市場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要思考的是說 那這個情形可不可以避免 我們早就知道宏達電不能買了 那早點避開 那就好啦 你等於300多塊 你知道不能買 你何必等到今天150 149 150都站不上 那你再後悔 再痛苦 再傷心 這怎麼辦 那你有宏達電的人 心裡也很難過 或許你準備當作長期投資了 你已經不想再看股票了 心裡也很難過 很痛苦 心裡是無味紮成 那你再看看這張表 你會更感慨 為什麼 這是古神圖 宏達電的古神圖 那問題宏達電高檔早就轉空 1 2 3 4 5 6 7 這麼高的地方 就能出現這麼多賣出訊號了 那你根本就不應該去買宏達電啊 投資朋友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再回時間 今天是8月10號 那你時間回到2個月 又10天前 回到70天前 當天是6月10號 當你再看到這張圖 6月10號 假設現在有時空回溯機來 你現在回空 時空回溯機 回到6月10號 看到這張圖 哇天啊 高檔出現3個反壓 古神園已經跌破了 高檔出現3個反壓 就在這裡 那你會去買宏達電嗎 你應該會考慮一下嘛 怪怪的 怎麼有這麼地方 怎麼應該出現反壓 不應該出現反壓 突然間出現3個反壓提醒你 這個地方 後許你就不敢買宏達電了 當你只有這樣一個機會產生 你可能看到這個圖 後許你看到我解盤 你知道這個地方不能買 投資朋友 那你可回這70天過去了 你會忍受這麼多痛苦 這麼多煎熬嗎 後許就不會 對不對 來 你再看看這個 當股價跌到很深的時候 他跟你說 董事長王學雄 一年都沒有買過宏達電一張 奇怪囉 那你看到人是不是更感慨 好像被耍了 人家老闆都不買 我們在買什麼 對不對 當你看到這些消息之後 投票 天啊 宏達電跌到低點 怎麼這麼多高階主管都走了 一年半走了 12個高階主管 投票沒有 現在走13個了 都重要的高階主管都走了 咦 這公司要在搞什麼 怎麼會這樣呢 這70天來 你看你忍受多少煎熬 投票沒有 那你下一次如果能夠避免 踩到這樣的傷痛 這是股票市長你永遠要面對的問題 你不能老是做錯啊 做錯一檔 當時300 現在150都不到 今天149 300到150 50%呢 70天內50%不見 你才1000萬500萬不見 是多麼可怕的事 所以你要不要想一想 你下次如果避開這樣的風險 有沒有這個方法 有沒有這個技巧 那如果有你要不要用 這是很棒耶 對不對 投票沒有 我前幾天看到一張圖他說 有病要看醫生 對 有病要看醫生的話 你要自己吃藥嗎 那萬一吃錯怎麼辦 吃錯就麻煩了 對 每個人身體體質狀況都不一樣 別人的藥你不一定能吃對不對 有病要去看醫生 不要亂糊塵藥 賺錢要靠自己 你賺錢不能靠別人 你想想看你當時怎麼去買宏達電 看了報紙 聽了朋友的介紹 對 自己看了一本雜誌就去買了 這不對的 懂意思嗎 有沒有 賺錢要靠自己 但是常常你自己的方法都錯了 最後產生很大的傷害 可是有一個正確方法你卻不用 在哪裡 在這裡 這不是70天前就跟你講 宏達電不能買了 三個賣出訊號在這裡 過了這70天 你什麼時候看到股神系統跟你說可以買 不行啊 你什麼時候聽趙宏達電很棒可以買 沒有 這70天不會啦 為什麼 因為它是空投格局 所以通常每一個案子都血淋淋了 這檔股票已經跌五成了 陳宏 又何嘗不是 你看今天又差點打到跌停板 差點又要破底了 這波低點295 高點 近期高點642 295 這都跌超過五成了 你現在去什麼時候去找一張 陳宏有600塊的 難了啦 搞不好好幾年都沒辦法做到了 現在跌到 有沒有 303 600 303 哇 好像非常遙遠喔 對不對 等一下你再找原因 喔 還是獲利衰退啦 對不對 獲利衰退難怪股價跌下來了 那你想想看 來 時間回到 5月31 今天是8月20 5月31 八十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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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遙遠的日子 八十天以前 來 如果你看到這張圖 哎唷 三線轉空耶 當時590 現在什麼地方去找590的陳宏啊 沒得出 這已經絕版了啦 這找不到了 當時如果你看到590的陳宏 是三線轉空 你真的敢這樣一路買下來嗎 不要說買下來 你真的敢買一張嗎 我不相信 那你買到590 580 570 500 450 今天剩下300 303耶 那你看你要賠多少錢 下一次你要用什麼方法避開這樣的傷害 這是你要想的問題啊 懂意思嗎 這是你要面對的問題啊 這空頭格局啊 這沒有任何改變 你不應該去買這種股票啊 是不是 你買了以後 然後你想想看你這幾個月 你忍受多少折磨 這80天 你忍受多少折磨 每一個急進的夜晚 你能夠睡得著嗎 你的血汗錢就這樣長了翅膀 這樣飛飛 飛到別人的口袋裡面去了 你真的不痛苦 你真的不難過 你真的不心痛 我不相信 是不是 投資朋友 下一次 你要只要避開這種風險 是不是你要面對的問題 一龍電監插一檔打到跌定板 高檔拉回80 跌到48 拉回已經40%了 很可怕 一不小心 四個多位過去已經拉回40%了 最近宏達電 這個一龍電 一龍電跌40%之後 有人說 他最近在買褲藏股呢 這褲藏股到底有沒有效 褲藏股到底有沒有效 我不要講一龍電 我講一檔 剛剛講的股票 宏達電就好 宏達電從1300跌到142 實施了11次的褲藏股 11次的褲藏股 1300在很遙遠的地方 現在149 有沒有 1300 過程跌到現在 11次的褲藏股 現在在149 11倍 1300這樣下來 總共11次的褲藏股 有沒有效 現在剩150都不到 這有沒有效已經告訴你了 不好 這個沒有用 懂意思嗎 不要相信這個 來 零成長 難怪股價這樣跌下來 跌那麼深 跌到40%下來了 對不對 好可怕的股票 跌那麼深下來 當跌那麼深的時候 我們再來思考 如果高檔有人提醒你多好 對不對 我們把時間回到70天前 6A11 當時如果你看到這個圖 這是股神圖 高檔出現一個 兩個三個反壓 三線跌破了 那請問你在這裡 你敢去買義龍店嗎 我不相信你敢去買 我相信你絕對不敢去買 為什麼 空頭格局怎麼買 今天當然不在這裡 經過70天了 本來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所以你發現你這70天 你去買義龍店都是錯的 是這樣沒有錯 你去買義龍店全部都錯的 這邊又反彈 來你看這裡 258 反彈 掌停板很強 跳空跳空 掌停板很強 事後你再回想 你這段根本就不應該去追 你這個追也沒有用 你追這段進去 只是傷更重而已 所以這段可不可以買 不行 可是你看到紅棒就追了 你看到紅棒就追了 你的操作習慣就是這樣 你看到盤中爆量就追了 追完就是最高點了 有沒有 那你先看看 這裡可以追嗎 不行 你看到是紅棒 張以民看到綠棒 真的嗎 在這裡 有沒有 你看到紅棒 這裡就是你看到的紅棒 對不對 張以民看到這段是綠棒 不好意思 我看到是綠棒 所以我不會追 我想放空它 最後股價跌到這裡了 今天又破底了 證明這三個月 你起碼易龍店都是錯的 所以不要看到紅就追 見紅不是紅 厲害 股價修正的時候紅 往往不是紅 那是另外一個陷阱 是不是這樣 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新聞 這是易經電視的 今天一樣電視吧 易經電視的供應鏈 第四季保守 哇 本來看老美洲市場 可是美洲市場不大 現在跟你說保守了 慘嘛 保守 保守面板股就慘了 保守對不對 來 可是面板股跌很深了 這跌一個月嗎 跌三四個月 這轉空好幾個月了 那如果時間回到 六月初的時候 我們把時間回到咻 八十天前 來 這錢 八十天前在這裡 來你告訴我你敢不敢買 你敢不敢買群創 我相信你不敢買 可是你沒有股神系統可以看 經過了八十天了 你就在這裡 你本來在十九塊二十塊 現在剩下十三塊了 十九塊跟十三塊差很多 差很多很多 十九塊跟十三塊天差地別 有沒有 你這三個月根本就不應該去買群創 當你看到消息都來不及了 事先知道才有用 哪裡 這叫事先 對不對 這叫看到消息 有啊 今天有消息可是來不及了 今天有消息說供應鏈不好 對不對 當你看到消息的時候 股價已經在這裡了 沒有用啊 在這裡告訴你才有用 這裡告訴你沒有用 看到報紙都來不及了 來 友達 一樣啊 你是應該在六月初的時候 你就要出場了 不是報到現在 這格局還是在整理 你不應該去買友達的 懂意思嗎 這種例子我可以舉很多 比如說 今天跟你說 基礎市場苦等旺季 苦等旺季 等不到旺季 Netflash 合價又跌 怎麼又跌 又跌會影響到誰 影響Netflash的廠商 誰 群創嘛 群聯 來特寫 群聯這轉空很久了 這格局你不覺得怪怪嘛 特寫 你慢慢這邊一直在出現賣訊 有沒有 這好像三個月前都這樣 賣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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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檔一直出現賣訊 這不對啦 你看這邊多少 253 今天205 從253到205 快50塊了 50塊1.5萬了 圖片 你報這一個月 你會賺錢嗎 很難對不對 是不是很難 所以想想看你要什麼 如果你能夠找一部發現 事先知道 你不應該去買這種股票啊 不是嗎 你這一個月都不應該去買這種股票啊 所以你沒犯了一個錯 結果這裡造成一次傷害 一次傷害 你的財務就一次損失 如果你倒霉一點 買到宏達店買到陳宏 50% 一千萬五百萬不見了 很可怕 一次而已喔 你買錯一次就完了 來 當犯錯機會越來越小 你就越來越接近贏家了 懂意思嗎 當你犯錯機會越來越小 你也沒有買到宏達店 也沒有買到陳宏 一龍店 群聯 你都避開了 對不對 這些損失你都沒有踩到 那你慢慢就接近贏家 因為每次做大部分都是對 你就慢慢接近贏家了嘛 對不對 慢慢你就會越來越厲害 是不是 來 這個人叫白龍王 最近白龍王過世了 其實白龍王是白龍王廟的一個基統 有一個叫白龍王神 他找一個人出來幫他代言人 幫他傳達訊息 這個人叫白龍王 他其實是一個人 但是他講的話 很準 像這個舒淇 明星舒淇 他去請他指典的時候 他送給他一雙鞋子 舒淇送給 白龍王送給舒淇一雙鞋子 裡面有一隻馬 那個鞋子上面印了一隻馬 過沒多久 舒淇就得了金馬獎 好準 很多大明星去都驗證都非常非常準 所以白龍王很紅 白龍王是白龍王廟 那個省的一個代言人 這個等於是一個基統 那現在白龍王這個基統過世了 那很多人都很感念他 因為他講的話太準了 去的時候 上次看到影片 三個人去 他們把他叫過來 你們三個過來過來過來 你是醫生 你是律師 你是這個 這個教授 你們都回去 那他怎麼知道他是醫生 他怎麼知道他教授 他怎麼知道他律師都知道 你們要多孝順父母 多做善事 意思說你們善事做太少了啦 你們都回去 沒面子 對不對 很厲害 跟省一樣 接近你省的那種角色就對了 白龍王過世的 那同樣的 如果你在國標市場 你接近你省的角色 為什麼 你犯錯都很少 你做100檔 對90檔 那就跟省差不多了嘛 當你犯錯 機會越來越小 你就慢慢接近贏家了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 當你不再犯錯 你每筆做的都對了 你就是百分之百贏家嘛 每筆都對 當然就是贏 你怎麼會輸呢 做每一檔下手就贏 下手就贏 下手就贏 那當然就百分之百贏家 那你如果能夠把你犯錯減少 你勢必要有一個好的工具 就像我剛剛講的股神系統一樣 你看了就知道 這不能買了 你就不會錯了嘛 不是嗎 來 可是很多話 可是選股很困難啊 不會啊 選股很簡單 一秒鐘就搞定了 那我怎麼搞定 我利用股神三線 配合這幾個動作 尤其股神三線為主 我就知道了 譬如說 真的一秒可以搞定嗎 來 這可不可以買 不行啊 沒有換多你怎麼買 這半年都不能買 你買就中獎了對不對 就受傷了 可憑呢 沒有換多啊 這一秒就看懂了 70歲歐巴桑一秒就懂了 那更不要講正常的 三四十歲 那更不用講 連70歲歐巴桑 我一個會員住在澎湖 歐巴桑70歲了 我一邊卡住 欸 王太太你會不會用股神像 會啦 那我孫我孫在那裡看 不用過了 我都看得懂 聽了很開心 一秒鐘就看懂了嘛 賣出去那一大堆怎麼買 那這個呢 這不行啊 這半年來都不能買 好幾個都不能買了嘛 那多久 一秒鐘就搞定了 不是嘛 這可不可以買不行啊 轉空那麼久了 又沒有換多 這可不可以 這不行啊 這轉空那麼久怎麼買 你買進去已經受傷了 對不對 這可不可以 不行啊 這轉空啊 這段都不能買啊 沒有換多啊 是不是 不是 這段呢 不能買 這轉空那麼久了 對不對 你買進去就中獎了 受傷了 滑寶呢 剛剛轉空而已 不能買 需要多久 一秒鐘搞定 我再講一遍 來 選股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能夠一秒鐘搞定 而且正確的判斷 當你每檔都做對 你沒有再犯錯了 不要再把空頭股票 當作多頭來買 有一天 當你不再犯錯 你就是百分之百贏家 有沒有道理 怎麼不犯錯 投票 有病看醫生 賺錢靠自己 你要享受操作樂趣的 你就把股神系統帶回家 投票 你要享受操盤樂趣 你就把股神系統帶回家 你沒有空的 這個大老闆 或者你資金不會比較大的 沒時間看盤的 沒關係 我帶你操作 我們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開車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 歡迎您 大禹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智庫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智庫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學習近平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好 溫柳現場 我們先講問題第83 投資人為什麼要會放空 很多人都不認同放空 幹嘛放空 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跟你講 為什麼投資朋友 你要學會放空 到底意義是什麼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 不認同放空 我知道 為什麼 放空很多限制 股東位要回補 儲蓁儲蓄要回補 還有可能被軋空 那有時候沒有券 賣不到券 沒辦法空 對不對 那有的股票也沒有信用交易 政府也不喜歡放空的言論 雖然很多人不願意做空 我知道 但是為什麼跟你說你要學會 來 你看 我們看大盤 來 特選 從99年到現在102 來 請我們拉這一段 這一段 來 你看一下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有沒有 上去 奇怪 有沒有 上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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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小段 上去 又要下來了 所以你發現這4年 上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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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每天一直漲 上去完 常常就會再下來 對不對 那你只會做多 這一段 你賺了錢 這段就賠光了 不是嗎 那你沒辦法在股票上賺錢 那你說月線看台場 不然看日線好了 上去下來 哇 你這邊賺了 這邊又賠光了 上去又下來 哇 你這邊賺了這邊又賠光 不是一樣嗎 所以你發現你一年365天都會白忙 因為你只會坐一邊 那偏偏台股又是一個潛碟型的市場 常常這樣上去就下來 上去就下來 所以常常賺不到錢 所以你要學會一點做空的技巧 懂意思嗎 做空難不難 非常難 因為沒有幾個人會做 為什麼 這是我近期放空的資料 從5月27到6月15 最近的 又空了 我最近做了比如說正新 建大 操縱等等 那我們看看正新好了 為什麼說放空的很少 很少人會做 原因是什麼 正新 哇天啊這轉空好久 你看來到這裡 半年內買進全部套牢 那你應該學會這張股票高檔要賣掉 對不對 建大也是一樣 你是買進全部都套牢了 是不是 你看正新好了 來 昨天禮拜一跌零板 你看跌到這裡 今天又跌了對不對 今天又跌到這裡了 所以你看買進去全部都套牢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應該高檔賣掉 反手放空 那請問有幾個人在放空 看得懂的 空檔就1400多張 所以看完這個數量 我就覺得 扣掉我的特別會 沒有幾個人在放空 因為很多人都看不懂 這種股票轉空有沒有講 來導播前進重播台 正新一樣 股價皇上公一樣高 對不對 讓股仁線掉下來了 這都後面都會產生一些利空 只是我們現在看不到了 有沒有講 一定有講不是事後催你 但是當你昨天看到新聞的時候 不對了 當你看到這個消息 對不起跌停板了 就是禮拜六看登了 你可能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個報紙 資本支出減半 為什麼 看外未來當然就減半 所以禮拜一就跌停板了 但是我剛剛從不但你們看到了 我事先就告訴你了 為什麼 就他事先會反應啊 股神系統早就轉空 我就跟你講 這就是股神系統神奇跟迷人之處 懂意思嗎 來 所以你看他做什麼 那就空他啊 他有什麼好客氣的 空完之後為什麼空 哇 已經轉空了嘛 這當時的圖卡 來 請問有沒有錢賺 83.9的要78 5塊9的就把他賺口袋了 這有什麼困難 只是很難操作了 來 建大 有沒有 轉空要賣嘛 可是你不知道這裡轉空 你怎麼會避開 那我就空他了 對不對 空完之後 頭面他就掉下來了 欸 那就有錢賺了 時間的關係 我真的沒辦法講太多了 頭面 有沒有 所以想想看 當然張偉銘不是一個職位放空 我會做多啊 有啊 像我最近做多的 有沒有 比如說 健濤年強 這是我最近做多的 所以做多做空 都可以做 但是你要懂這個技巧 懂意思嗎 放空的最大意義是什麼 來 我跟你提醒 放空之一 第一個能夠避開下跌風險 你沒有避開下跌風險 像陳宏 洪達電 1.50% 你要等解套 不曉得等什麼時候 對不對 第二個 保留資金實力 第三個 低點到了 你才有錢買 懂意思嗎 如果你的太陽高點 你怎麼有錢買 所以放空 重點不是讓你 放空賺很多很多錢 不是 至少你只要走空 你不能買 這最基本的 懂意思嗎 你可以不放空 我一個投資者也沒有放空 那沒放空 你幹嘛參加 我就問他 我知道什麼時候翻多我才要買 平常我就先看看就好 掌握這個行情 一番多我馬上進去買 沒番多絕對不買 原來如此 懂意思嗎 投資朋友 來 要享受操盤樂趣的 請你看股神協同 沒有空的 資金不會比較大的 你是大老闆的 我直接帶你做 我們進到這裡 明天再見 您有多久沒來領考了 清新的空氣 建設中的未來 看得到的幸福 如今 這裡是讓人眷戀的度假天堂 如今 這裡是更寬闊的幸福居所 如今 這裡以美夢成真 林口大不同 人生大進階 我在新北郡 2602 0099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 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 2500 6999 02 2500 6999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